我愛翻尋味 我愛翻光翻翻尋味 鏡頭帶你居布 看你成為懷新種 一開心一人都希望 開心一群人即刻到 我愛翻尋味,吃得很漂亮 灣區怨火味 從街頭吃到好吃 很大的塔 欣兒,這裡就是廣州塔 當然是大座塔 後面我們大家也熟悉 朱瑩 今天有甚麼好搞作 有甚麼好搞作 我聽說今天是很特別的 我們不是去一間餐廳 或者一個飯館 我們到底要去哪裡呢 不如今天我們去吃麵包 麵包? 這麼想你帶我吃麵包 我吃了早餐 麵包和早餐當然很緊接 是 但是這種麵包你沒吃過 是又要開心又要健康 又要開心又要健康 是的 我們的主題到底是甚麼呢 今天 合在一起就是來這裡麵包生魚 去看看麵包開心果的品質 做出來的麵包 開心果也可以用來做點心 是的,點子一般,點心很簡單 看看他們甚麼 終於看一看了 好多麵包啊 天心啊 是的,真的有很多品種 是的 我方便淋落滿目 你看看,很漂亮 有些紅色,有些綠色 你看都很漂亮,很精緻 有士多啤梨,又有榴槤,又有芒果 還有瑞士丸 這個很有趣,泡芙蛋糕 這些就適合了 但這些我平時也吃過 有甚麼又開心又健康 你剛才說 這些就是開心果系列 有健康又開心 這些是甚麼 不如找個人來介紹吧 專業一點,好嗎 我也有 是,Lily,你好 大家好,我是Lily 我給兩位介紹一下 這是我們12月份剛上的新品 好啊 然後開心果的主題系列 這個是我們的開心果雪山 這個是我們的開心果棒蛋糕 這個是我們這次重磅推薦的開心果可送 這是非常火爆的產品 流山口水了 你怎麼會想到用開心果呢 因為開心果是一個非常健康的食物 所以我們會把它融入到我們 老百姓消費者日常的麵包需求裡面去 對,讓我們的麵包更有營養 大家消費者會不會喜歡這個開心果系列 當然很好啊 你看到我們開心果雪山 都已經只有那幾個了 都已經賣得很好 而且很可愛 我覺得這很多開心果元素 這裡還有個最開心果的公仔 對啊,這個是開心果 給到我們的一個公仔的成面 對 我們還有開心果的拿破崙 拿破崙 對,我們還有開心果的奶昔 對,我們出了五個產品的開心果 五個產品 對 我們試一下 我們試一下做啊 對啊,試一下吃 還可以跟我們師傅一起討論一下 怎麼裝 有沒有猴啊 猴啊,猴啊,猴啊 我們先猴 帶去猴啊,去猴啊 帶一下,帶一下 這邊,這邊 很棒 我真的很開心 可以邀請到我們美女的點心師 表達 跟我們做一個甚麼呢 我們下面要做的就是我們的開心果拿破崙 讓大家看看 就是這一碗點心 現在我們… 現在我們有一個武士 要喝煙的話就是我們一層 拿破崙酥皮 還有我們的白朱古力的武士 和我們一層開心果的秘製 一個可思達醬 不如說一下這個開心果吧 這個開心果是你採用了甚麼開心果 用的是我們美國進口的開心果 那它是一個怎樣的原味 還是有其他口味 它就是原味的 我們沒有加椒鹽 沒有加其他東西 是否因為做點心的需要 對,我們希望可以更加突出 食材的本味出來 它會跟不同口味的點心 一起有一種不同風味的層次感 一定要出風味 然後呢,因為我們的武士是比較冷的 所以我們這個火槍一定要開著它 這個火槍刀,是嗎 對,我們先把第一層藍荷倫皮切掉 因為下面的武士比較冷 落到底的話 刀就會影響切面不乾淨 然後我們要把刀燙一下 然後直至切下來 然後再拉一下 切出來的口很平整 是,就是這樣的 然後呢,我們就要在表面上 裝飾一下這個開心果醬 我們這個嘴有尖尖的位置 這個尖尖的位置向著正上方 然後手尾輕斜45度 45度 好像一個絲帶的樣子 對,好像絲帶一樣 很漂亮 最後我們要灑上開心果醬 就是我們這個糖粉 裝飾一下,看起來比較普遍 這個甜品精緻 完成 大功告成 現在我們開始做牛角包可種 叫做 那你就加這個開心果 是 那這個是開心果醬? 是,我們秘製的開心果醬 秘製嗎?這樣就多吃一點 反正都保密了 吃到它知道怎樣做為止 好,我們現在開始做 其實你覺得牛角包 它這裡會比外面的 它比較深色的 還有,我感覺到 也挺脆的,應該是挺鬆的 我們會掃一層蛋水 但是我們的蛋水 會比普通的蛋水多加一些蛋黃 為什麼呢? 是因為我們希望它上色夠深一點 而且蛋黃比較香 是,蛋黃… 烤出來的味道更香一點 而後掃蛋黃 如果給我的理解認為 就真的要好看火和爐溫 很準確 要不然一下子很容易焗焦 很容易著色 好像皺沙這種呢? 這樣也讓你看出來了? 這個就是我們在拆掉蛋水 之後我們會灑一層糖粉 再烤一次 然後希望這層糖粉烤了之後 我們會打一次蒸氣 希望它出來是有一層脆皮 對… 它射身就有層次一點 真的做得很幼稚 好,我們怎樣加海參果 我們首先要用刀 從中間切下來 然後我們用剪刀 在中間的位置稍微剪一刀 我們要在裡面擠一層滿滿的開心果 對,然後在表面… 可能我吃也不一定 增加,那我多給你一點 然後用抹刀 抹平表面 然後在表面灑上開心果水 來,我幫你灑,多灑一點 好… 在表面灑上防潮糖粉 在身上會比較有層次感 讓我來吧 好 來,剪一剪 對,然後… 可以加多些材料,自己做的吧 對… 撞進去… 對… 看著吧 你… 夠材料了 這個應該很有份量 滿足感 我做得慢一點 因為我不專業 這個糖粉我幫你撕吧 好,來,正不正? 正就多吃兩塊 給面子,光顧一下 我們現在要做一個開心果雪山麵包 雪山嗎? 大家看看這款就是開心果雪山 現在我們教你怎樣做 看看有甚麼材料 我們首先會用到 美國進口的開心果水 開心果水 我看到有些好像粉狀 有些是粒狀 對,因為我們要切碎 所以切碎的過程中會有些比較碎 但如果有粗有碎,它體收會比較好看 這個麵包就是我們 我們首先是自己地製的麵糰 然後上面我們烤的時候會加兩片芝士 我們現在不如嘗試操作吧 好 首先我們要拿一把鋸刀 將麵包中間這個位置輕輕地鋸斷 但是不可以完全切斷 會有一點黏連的感覺 我們切完之後 我們要在中間的一層開心果醬 然後先用我們的抹刀 把它抹平 這樣我們顧客吃的時候 就比較均勻 都可以吃到這個開心果醬 然後我們將麵包辣起來 辣起來之後 我們還會在外面再加一層開心果醬 外面也要嗎 對,我們這個開心果醬有很多 顧客吃起來會比較上癮 然後用這個刀 順著它的紋路去刷 然後我們在這裡黏上滿滿的 怎樣黏進去就倒進去 黏滿滿的開心果醬 來,讓我嘗嘗 是否上面也要這樣黏嗎 其實我們是黏一面的 我想多黏一點 然後我們在表面 灑上這個奶粉 我們也灑一層 這個開心果醬 灑了奶粉之後 就會顯得比較明顯 其實這個就是一個雪山上面的雪 是 這樣已經成功了 是… 可以直接食用就可以了 那已經是一個成品 我們現在就來到太古會這邊 想找一間很有意思的咖啡廳 去嘗試我們剛才做的 那些開心果系列的點心 對,這間叫確係咖啡 那還不咖啡? 確係咖啡,名字也說了 這裡不僅有咖啡 還有一個可以聽音樂的地方 對,晚上會有些音樂 可以喝小酒的地方 對,那我們來這裡試吃吧 我們很開心 可以邀請到我們麵包新宇的 華南區的品牌市場總監 我們來到這節目當中 哈嘍,Lily 哈嘍,大家好 大家好 你覺得不同的群體 他們對於你產品的一個追求 有什麼不同? 這個當然會有很大的一個區別 比如說我們的家庭課早餐 我們要滿足一天的能量營養需求 那我們可能會從家庭的吐司 那媽媽或者是爺爺奶奶會早餐在做加工 比如說給小朋友煎一個吐司煎蛋 或者吐司的三明治這樣的一些產品 年輕客群的話呢 會有不同的需求 比如說我們就是為了我們的滿足感 吃到我們很開心 這樣的 那我們就會有比較滿足的腸仔類的產品 還有綠泥肉鬆 還有鹼水這種系列的產品 那到了小朋友的話 那我們會有一些小零食 比如說麻糬啊,甜甜圈啊,小蛋糕啊 這都是可以給到小朋友衝擊又補充營養的一種 那我知道就是開心果是你們這一季 非常的熱推的一個主題 那為什麼會選擇這樣的一個主題 因為開心果它是一個非常健康的食物 是我們中國居民散事協會 營養協會都有推薦我們居民每天 要少量的食用一些堅果類的產品 那我們會把堅果這樣的營養系列的產品 加入到老百姓日常的麵包的需求裡面去 你們是在不同的季度不同的時節 都會推出不一樣的主題嗎 我們麵包新宇全年從堅果類到鮮果類 草莓劑啊,芒果劑啊,牛蓮劑啊 大家可能都很熟悉麵包新宇的店裡面 有牛蓮麵包 對,那個就是我們牛蓮劑推出來的一些產品 我們會根據不同的季節 推出不同的季節性的主題 麵包新宇在華蘭 我們還是希望為更多的消費者 提供日常所需的更多好的烘焙的產品 既能滿足我們華蘭消費者的 一個日常的食用需求 還有從營養的需求 日常的場景的需求 不管是我們的早餐,沖雞,笑茶 還是晚餐,宵宴 我們都希望為大家提供到很多的選擇 我們要先去嘗試 解釋 我們要去嘗試 看看火鍋在某些位置 然後我們頓要來吃 去吃飯 現在我們在甚麼地方 其實有很多大堆 María 對,那些開心果是原味的 我剛剛偷偷吃了一粒 你偷偷吃了一粒嗎 對,這個原味的開心果 其實我們現在市面上吃的 都會有些海鹽或椒鹽的味道 是挺香的 但吃完味,我覺得更健康 沒錯,剛才師傅也說過 開心果的原味 其實是更多的用在製作的西點上 沒錯 但如果有海鹽的味道 這些就是我們做零食的時候 即是每一個點心的原味 最主要是突出點心 例如拿波倫,突出它的味道 而且它做的醬,其實分為水果和熟果 如果它做醬的話 一般來說,它都會用水果來做 這款美國的開心果有幾個特點 一個就是它會均勻一點 第二個,果肉會飽滿一點 而且它的味道也很濃郁 對,還有一個… 有東西對女生很好 是嗎 花青素 哪裡有花青素 其實你看到的紫色 有層層的 其實這款就是花青素 你吃了,你變了開心果 不如我們又試試這個正菜 拿破崙 我喜歡,但我有些嫂妓 但吃開心果就不需要嫂妓 無非是怕糖分高痕之類的東西 但它對血糖、糖尿或胰島素等 全部都有控制作用 是嗎 是的 剛才我試了一口這個拿破崙 真的很好吃 我覺得無論是男生還是女生 都會很喜歡 首先它的外形很漂亮、精緻 很適合拿來拍照 然後上面那層是開心果 做成一個醬 所以你吃下去是很香的那種開心果味 就像你一口吃了很多粒開心果 而且我覺得它的餅做得很鬆 對,很有層次感 來嘗嘗這個開心果雪山 我早就已經開始了 這個真的…我覺得很好吃 你先慢慢吃 我告訴你如何好吃 首先它裡面的醬 我最喜歡的果就是… 其實我真的剛好看它在製作的時候 我已經想拿一些 如果可以賣,我就會賣 我是相信它的健康程度 我現在拿著麵包 軟熟程度真的更厚 外面這一層是果仁 然後裡面就知道了,果醬 全都咬了 然後麵包、芝士 這是芝士 其實我們平時也會吃一些 例如花生、核桃 一些比較近磅的堅果類的食物 對,開心果除了好吃之外 其實它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健康元素 就是一個叫做完全蛋白 有九種氨基酸 這個氨基酸都是人體所需要的 平時我們要吃完全蛋白 就要通過吃肉這些很大大件的食物 才可以攝入 但我們選擇單單幾粒開心果 就可以有很豐富的安基酸 但我覺得欣然 如果你說吃幾粒開心果 老老實說,事實不是很夠癮 你不夠癮的話 這裡還有一款,令你夠癮 開心果可送 其實是牛角包,但它是英文的譯音 它是Croissant,然後叫做可送 我從頭到尾,今天真的… 那個開心果醬 對,那個開心果醬 這個手感… 放下去,很脆 很脆 很脆,很鬆 真的很香… 可送的味道,通常是芝士或火腿 即是鹹香 但我第一次吃開心果醬的可送 開心果醬很濃郁的開心果味 而且它的甜度和麵包 混合在一起是剛剛好 你一咬下去,始終有一定質量給你 應該這樣說,質感 但它又不失的香 今天真的很開心 可以拍攝我們的開心果主題節目 了解了很多關於開心果的知識 以及吃到這麼多款開心果的甜品 和飲品 對,我最主要是覺得它真的很好 手工之餘,用真材實料 做到很有品質的篩點出來 很難得吃到這件事 對,不僅美味又健康 吃得這麼開心 又在這裡感謝美國開心果 麵包、新魚和確是咖啡 對本節目的大力支持 謝謝… 好,我們今期節目差不多了 最後點個口號吧 來,3、2、1… 我愛翻尋尋味 由頭吃到尾 再見 於是呀 做夢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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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